婚外有情的女人余生将会与痛苦为伍 男的情感总是善变的 无论男女 只是有的善变是在忠诚中不断摇摆 而有的善变则在背叛中尚存的忠诚而已 男人出轨和女人出轨的目的是有所不同的 男人多为性 男女人多为情 男人不敢也不会去轻易地勾搭未婚女性 因为害怕跟她要钱要务 担心她们爱上自己以后无法脱生 于是已婚女性变成了追逐目标 婚外情对婚姻来说如同心肌梗塞一样 随时可以致命 男人疲惫地回到家中 面对贤惠的妻子 心里突然有了内疚并带了一丝的紧张 男人最终决定先放一放这段感情 重新拟一下自己的思路 这时女人也带着一丝疲惫回到家中 面对着冷漠的老公和空空的房子 女人突然感到一丝落寂 女人疯狂回味着夜晚的疯狂 女人的心在犹豫 我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痴迷那种感觉 无论男女 人的情感是善变的 有一天 男人的心突然疲惫 男人想到了家的温暖 女人却一天比一天瘫 这时的女人想要得到男人的一切 包括婚姻和承诺 女人忍不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男人呆了 嫩嫩的 随后男人倾罗了一下女人 毕竟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就跟了我 可我不能那么没有良心 我是不可能离婚的 女人无奈地笑 那就当我没说 可是从此以后 女人却发觉男人越来越冷 直到有一天彻底逃跑 至此 女人终于明白 没有氧气的爱 终会窒息死掉 回过头看 男人在婚外情中 更多的是在那种荒唐的刺激中 寻求放松和宣泄 很少会真正伤筋动骨地去爱 越是位高权重的男人 越是这样 在看待婚外情的问题上 男人们也基本都有这样的一种态度 围城外的情感 无非是一场随时玩 随时可以结束的游戏 虽然那是陈P的游戏 对于女人来说 结束是最好的选择 慢慢地放下这一段吧 不然你的余生将会与痛苦为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